看我在这里发现这小草鼠 小的 好像掉下去了 掉到这里边了吧 我们看一下从这边能不能上去给它救下来 这花丁有点滑 然后对面还有一个台阶 我们可以从对面那个台阶上去 然后从这边 这什么东西 这个好像是个暴龙手表 黄金的 还是没有拆的吧 果然是 全新的暴龙手表黄金的 我们试一下火力 准备发射 变成了一个激情形态的黄金的暴龙 然后我们去找一下那个小草鼠 真有个萝卜枪 我试一下火力 诶 它不能用了吗 可以可以 一个萝卜枪 不过怎么好用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数字的变形机器人 它这个4 一个数字4 这边还有一个三角龙 哇 这个好像也是一样变形的吧 口容形态三角龙 变形 哇塞 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形态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超帅的动力压楼车 哇 这边好多玩 诶 这个战斧应该也是三角龙的吧 超帅的一个战斧 然后我们去找一下那个小仓鼠 从这边这里上去 那个小仓鼠应该就 诶 小心点 就要在这边了吧 诶 这要里边难道是一小仓鼠的家吗 还有两个瓜子 但那个小仓鼠 诶 难道它爬走了吗 为什么不见了呢 哇塞 这是个镰刀龙 超帅的一个机器人形态的镰刀龙 这个上面是孔龙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红色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动力端的车 它也是个机器人形态 这边还有两包的卡包 都是没有拆的 我们可以先拆一下这两包的卡包 然后等一下那个小仓鼠会回来 先拆一下这个两元包 看一下这个27大的两元包 诶 哇塞 金色的 S2的一个希多拉姆 再看一下这个三元包 诶 哇塞 什么情况 特里加的一个紫帝皮 强力行 这预计也太强了吧 那个小仓鼠肯定是回来了 我们看 诶 什么情况 那个小仓鼠的家怎么都不见了呢 好 好